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基辅地铁站召开记者会 最想传达的就是透过国际媒体 对着即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国防部长奥斯汀喊话 不要空手而来 泽伦斯基表示他知道自己一直跟大家要东要西好像很厚脸皮 也许国际领袖私底下都觉得他很烦 不过乌克兰人正在卖命打仗 最需要的就是作战武器 而且必须要跟时间赛跑 专家表示泽伦斯基会一药再药 就是因为国际间给乌克兰的武器其实真的不够 美国提供乌克兰的最新军援包括更多榴弹炮 还有能在战场上撑上三周的弹药战场设备跟零件 此外还有特别为乌军打造从未亮相过的凤凰幽灵无人机 官方表示凤凰幽灵无人机跟先前的弹簧刀无人机十分相似 可以作为自杀攻击无人机摧毁敌人的装甲车跟坦克 对抗俄国强大的坦克大军会十分有效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